在北国槟城哈尔滨坐落着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大学 黑龙江大学 槟城这不学慎思参天进物的校训 弘扬这志存高远爱国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黑大精神 这所学科门类齐全的高等学府 连续多年进入全国高校百强行列 成为黑土地上人才培育的摇篮 科技创新的殿堂 文化传播的沃土 延安精神心火相传 黑龙江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 在延安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俄文队 后更名为中央军委军事学院俄文科 中央军委俄文学校 延安外国语学校 这是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外国语学校 是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最早的雏形 1946年 学校随挺进东北的十万大军 建官万里来到了哈尔滨 在祖国的北疆 学校再次创造了哈外砖的半学辉煌 为解缝战争 抗美援朝 空军建设 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翻译人才 成为新中国外交人才的摇篮 1958年 学校正式更名为黑龙江大学 成为黑龙江省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艰难困苦 欲辱于成 伴随着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红色之路高歌走来 黑龙江大学 既传承了沿河宝塔的神韵 又融合了北疆沃驼的丰润 现已发展成为黑龙江省政府与教育部 黑龙江省政府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共建的有特色 高水平 现代化综合性大学 学校现拥有11个学科门内的本科专业86个 拥有博士授权一级学科10个 硕士授权一级学科35个 硕士专业学位类别15个 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学科含培育 十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 化学材料和工程三个学科 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行列 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达到A类水平 哲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化学等六个学科达到B类水平 2018年学校获批黑龙江省双一流建设国内一流大学A类高校 芝兰满堂、桃李芬芳 从盐水河畔到松花江边 黑龙江大学始终与时代同呼吸 与民族共命运 学校共培养了近三十位共和国驻外大使 以及一大批科学家、翻译家、知名学者 解放军高级将领等近二十四万名毕业生 为祖国发展龙江富强做出了突出贡献 学校形成了德厚之身、惠人不倦的严谨教风 和致远行识、徐儿不厌的优良学风 先后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国奖七项 学校在国内高校首创融入式创新创业教育 先后获得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等称号 根深固底、独树一致 作为最早与前苏联开展友好交往合作的高校 在国内高校中第一个建立了新中国国民教育 俄语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第一个形成俄语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链条 学校被誉为中国俄语教学根据地和全国俄语人才培养摇篮 学校涌现出大批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俄语学术领军人物 先后培养了俄罗斯火锡金奖获得者五人 火锡金奖获得者一人 中国资深翻译家十三人 中国词书事业终身成就奖三人 学校构建了包括全国实力最强的俄语学院 中俄学院、中俄联合研究生学院 多个中俄联合实验室等在内的对俄高端办学体系 学校词书所编撰的俄汉详解大词典或国家图书奖 并作为鼓礼赠送给俄罗斯国家领导人 学校现已同世界十九个国家七十三所大学保持实质的交流合作 是教育部首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高校 俄罗斯学生来华留学主要目的地学校 学校在俄罗斯建立的孔子学院 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先进孔子学院 首证创新、硕果累累 学校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省级重点培育智库等科研创新平台六十余个 近五年 学校供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防科研项目三百余项 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国际顶级期刊 发表论文十余篇 被SCI、EI等收录论文年均近七百篇 获得以中国高校文科科研最高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等为代表的各级科研成果奖一千余项 四项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学校注重产学岩香结合 研发的生物质资源 制备石墨烯技术 物联网感知层与传感网络技术 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线监测系统 L主酸菌系列产品等实现成果转化 学校教师领埋创办的科技型企业成功在新三板上市 学校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互作用 在古典文献普及传播 满足语言文化抢救保护 立法咨询服务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龙江文化建设、法治建设、对俄交流合作、旅游产业发展 提供了应有的智力支持 名师会翠、人才云集 黑龙江大学师资力量日益雄厚 学校现拥有教职员工近2900名 其中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5人 长江学者3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人 万人计划入选者5人 以及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 等各类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获得者200余人次 历德树人浸润学子 黑龙江大学一直把历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文化育人优势 举办了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文艺会演 高雅艺术进校园、阳光讲坛系列讲座、 招阳杯辩论赛、新年音乐会等多项精品文化活动 彰显了学校精神、浸润了学子情怀 近年来,学校涌现出了以中国大学生自强之心 全省大学生道德模范 全省大学生年度人物获得者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学子 风雨兼程、行歌不错 今天的黑龙江大学正在加快推进 学校从教学研究型大学 向研究教学型大学的战略转型 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 全方位对额办学 一流学科带动一流大学建设三大办学战略 全力做好以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学校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 以校风、学风提升师生满意度和社会影响力 以创新驱动和国际化 提升社会满意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篇大文章 学校将隶俗龙江面向全国 朝着有特色、高水平、现代化的一流综合性大学 迫不前进 书写更加灿烂的华彩篇章